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这种人际互动方面的压力 就是我要提醒天蝎 今年我们很容易怎么样 就是会有一种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的这种情况出现 就是说自己其实是 可能在职场上 也是一个这种真心的一个想法的土路 并没有什么恶意 但是被一些同事听到耳朵里 可能就觉得不舒服不愉快 或者是有人听了我们的言语之后 这个辗转的传出去 传着传着 这个话的内容意思就不一样了 让天蝎觉得 怎么我这个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怎么会变成了这种满城风雨的情况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会提醒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今年 特别是职场上的这种 景言变得更重要了 虽然天蝎的朋友 平常就其实还蛮低调了 但是今年度我觉得可能要更加留意 这一方面的一个情况了 在工作事业的一个表现 今年如果是有一些创业的想法的话 我觉得可以在谨慎的评估之后 如果确实真的有一些还不错的机会 是可以好好的把握的 就是说虽然这个世界 我们讲说今年的大环境 其实景气还不是那么的理想 但是大家这样想 就是因为景气不好 所以可能租金会比较好谈 对不对 一些这种条件会给的比较优惠一点 所以先去衡量一下 自己现有的能力跟实力 自己的口袋深不深 然后如果我们就说 这种所谓经过比较谨慎的判断 评估之后 其实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 创业的梦想的话 今年其实是有机会 可以好好的把握的 再来就是 那如果我们是这种上班族的话 我会提醒天蝎座的朋友们 要留意 就是说公司的一些大的方向 大的政策 会不会是有一些这种 怎么讲 就是说可能台面上 还没有很直接公布 但是其实公司在私底下 有很多的这种 暗潮汹涌的情况出现 好所以多多的这个留意一下 不要只是闷着头 做好自己的工作 好像那种自己一室独立在办公室的一角落 而不知道这个到底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可能是 因为你及早知道 比较可以做出一些相应应的准备 对不对 再来就是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 其实还蛮严重的 好那 有时候天蝎在今年 因为我觉得天蝎座的朋友 今年其实工作的一个表现是还不错的 但是就是因为表现好 可能被老板这个就肯定了 对不对 那就会有一些嫉妒我们的人 在背后开始有一些什么手脚 这个出现了 所以这种背后的一些勾心斗角 要去懂得避免掉 好我觉得这是天蝎 今年也要提醒自己的 再来就是我们这个感情运势方面 今年度的天蝎 如果我们还单身的话呢 我觉得自己在一些运动健身的场合 或者是一些这种社团 就是你那种兴趣 嗜好爱好的这种社团当中 这两个环境当中呢 其实是有机会遇见一些还不错的对象 好那我觉得我们就先从朋友做起嘛 好先这个当个朋友 看看彼此之间的这种 不管是观念啦 价值观啦 一些生活习惯 好是不是比较接近一点 再来考虑进一步的发展 好不要因为这个太上谈恋 恋爱了一遇到这个对象呢 就这种奋不顾身的投入 好那你知道有时候投入了感情 天蝎座也是固定的这种水源树星座 对不对 真的投入了感情 好万一后来发觉不适合为难的还是自己 对不对 好所以事先的这种理性的观察 从朋友做起 我觉得是会让今年好 这个感情运 桃花运更好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了 感情稳定的天蝎 今年度好 跟伴侣之间好 有话直接说 好不要玩猜心的游戏 是会让我们的感情紧密 甜蜜的 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 以上就是天蝎座的朋友 在今年度的运势 提供给大家参考 感情的游戏